再提起來,往外走 可以練到你的大腿內側轉肌 剛才所謂的交叉,外胯可以練到大腿肌 所有的選手在國防環面熱身 或手上你都可以輔助練習 這是所謂的交叉,內側掛 外側掛,可以做 直線掛 直線掛 直線掛,拉起來 一定要大,不一定要放 把你整個腿的內側拉開 當你在掛爛的時候,你的腳張得開 你不練的話,腳放不開 包括你練這個,你一百公尺,這兩百,什麼都會有用 四百公尺,你去學大腿 非常有用,明天可以拉開 女生最怕的濃烈 痛度很大,對不對 怕痛度,掉下去不夠了 其實在練習,在家裡 我小朋友跟各位講 男生可以告訴你的 阿姨,你的媽媽,你的大嬸 可以收腿練習 看電視,你就看電視 就做跨步 看電視,注意我的腳跟 注意我的腳跟 我只有腳跟著力 所以我的腳尖有一點浮起來 然後膝蓋有一點點 一點點內口 我只要前後跨步 腳尖浮起來了 一點點浮起來 你的反射 會全部回到你的後臀肌 會回到你的後臀肌 你不信喔,你這樣跨一個 兩個 三個 三十個五十個一組就好 你說三組到五組 你隔天屁股一定很痠 旁邊坐你 會很痠,試過 我的選手要做跨,我就 負荷 做腹中衣 腹中背心 或跨哪個人做 然後剛才前跨,側跨 女生在家裡看電視,你就可以跨這個東西 不要前腳早見 前腳尖早長去找地的話 反射身體 肌肉反射是練到前側肌 前側肌 所以你不需要練前側肌 你要收臀嘛對不對 要翹臀嘛 所以練後面的話 只要腳跟 只要腳跟肌支撐,腳跟去推 就會圈引到你的後臀肌 非常有用 所有跑步必須 抓你以後,往外趴 所以都會用到後側肌 後側肌比例一般 前身如果說你有100公斤力量 你後側大概只有60 50 希望能拉到70、80 這樣你後面教練 你也會強壯 不容易受傷 頭部會翹起來 美國 黑人選手 屁股比較好翹 很棒,身材 對不對 身材是可以練的 對不對 屁股 就是 你 你